针对昨晚欧巴马总统宣布下达行政命令 绕过国会执行移民改革 共和党提出强力反击 联邦众议院议长贝纳今天抨击总统此举 不但越拳破坏民主的程序 也漠视民意 在贝纳发言后 众议院随即对欧巴马之前越过国会 单方面强行推动欧巴马健保 对欧巴马的行政团队提出诉讼 继昨晚宣布将下达行政命令 推动移民改革计划后 欧巴马随即在今天是前往拉斯韦加斯 签署两项相关行政命令 不过联邦众议院议长贝纳 也在今天对欧巴马提出强力抨击 她说国会不会无视于总统 破坏国家法律 让人民身陷危机 贝纳说总统绕过国会不进行协商 是违背正常民主程序 她说欧巴马把自己当作封建君王 而非美国总统 贝纳在提出抨击后 随即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 控告欧巴马政府 推动欧巴马健保的行动违法 被告人是联邦的卫生部和财政部长 而非欧巴马个人 欧巴马是在2010年 签署相关的病人保护和可负担健保法案 而共和党掌控的众院 是在今年7月通过提出诉讼案